今天,美国Apple公司发布新闻稿宣布,高盛推出的Apple Car的高收益储蓄账户自4月份上线以来已经吸引了超过100亿美元的用户存款。 这项储蓄账户使得Apple Car的用户可以通过高盛的储蓄账户增加他们的每日现金奖励。 该储蓄账户提供了高达4.15%的年利率。 苹果支付和Apple Wallet副总裁Jennifer Bailey表示,我们推出的每一款金融产品都秉承着以用户的财务健康为出发点重新定义该领域。 这是我们4年前推出Apple Card的目标,也是我们推出Savings时的指导原则。 没有任何费用,最低存款要求或最低余额要求。 高储蓄账户为用户提供了一种轻松的储蓄方式。 我们很高兴看到新老客户对此的热烈反响。 自高储蓄账户推出以来,97%的储蓄账户客户选择自动将每日现金存入账户,使用户能够轻松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 每日现金的收入没有上限,为了进一步增加储蓄。 用户可以通过连结的银行账户或Apple Cash余额将额外资金存入储蓄账户。 高盛的高储蓄账户是在屡获殊荣的Apple Card提供的金融健康福利的基础上推出的。 Apple Card内置于iPhone的钱包中,通过简化申请流程,取消所有费用。 鼓励用户支付更少利息,提供用户期待的苹果隐私和安全功能。 并在每笔购买上提供每日现金回馈,从而改变了信用卡体验。 高盛的企业合作部门负责人Liz Martin表示, 我们对Savings账户的成功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将继续向Apple Card的客户提供无缝连接。 有价值的产品,共同致力于创造一流的客户体验。 帮助消费者过上更健康的财务生活。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